主任,有好多粉丝在群里说到甲状腺结结,颈部肿痛怎么办呢? 所有的结结都跟经络不同有关 甲状腺这个地方呢,主要跟大肠筋、胃筋关系最密切 都是阳明筋跟消化代谢最密切的两条筋 所以防治甲状腺结结,主要畅通 大肠筋、胃筋跟甲状腺关联的这一段 下面我教大家,甲状腺在筋络里面主要跟大肠筋跟胃筋有关 大肠筋走在胃筋的前面 所以我们首先疏通大肠筋在甲状腺这一段 首先我们找到喉结,喉结附近就是甲状腺的地方 喉结旁边,它是有两条肌肉的,都是属于胸缩有吐鸡 长头短头 在两条肌肉之间,这里有个穴位叫做浮吐 是大肠筋的穴位 从这里开始,它就往上肘 穿过脸颊 到达 咬鸡的地方 就是甲状腺一咬起来,溶起来的地方就是甲状腺 这个地方大肠筋可以跟胃筋交接 咬鸡的前面 边缘这里 会摸到有动脉搏动的地方 大银穴 在这里胃筋就往下走了 走鱼紧到两边 刚好凭喉结地方 胸手有吐鸡的前缘 有个穴位叫圆银 浮吐 在两肌肉之间,后一点点 圆银,刚好在喉结上 接着就往下 到达手骨上窝 缺盆 从缺盆开始 跟着我们又重来 往上走 到达刚才的浮吐 再往上 穿过脸颊 到达 夹车 这咬鸡的地方 在夹车 往前 咬鸡的边缘 大银 接着跟胃筋相接了 往下走 到达后节旁边 圆银 就到圈盘 刚好就一个循环 每次我们按六个循环 每天早上起床按 效果最好 要注意 要注意 首先 走到这个胸脏褥银 旁边 胡途 往上走 到达夹车 夹车前面 大银 又到 侯节旁边 圆银 到缺盆了 刚好一个圈 大肠筋 胃筋 在林书四东地面里面 都提到了 颈肿 猴臂 特别是胃筋 颈肿 猴臂 就是刚好 是跟甲状腺结节的症状 一样 我是邓透伟 关注我 邀你疏通经络 骄白病